涮一片牛肉油花均匀分布 新鲜食材摆满桌 又湿又冷的冬天 冒着烟的麻辣锅暖暖身 加上101的美景 如果再来个跨年焰火更加完美 璀璨焰火照亮台北夜空 北台湾跨年指标 飞行疫区的101莫属 周边餐厅定位跨年当天早已被秒杀 不到一天 其实大概只有不到 可能一两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全部买完了 人潮聚集带来前潮 周边饭店餐厅更是年度业绩关键 在新疫区的高楼层餐厅 跨年当晚想想莫尔顿都已经被订满 干杯集团的麻辣45定位九成满 最接近台北101的Cela V 包厢跟站票都卖出九成 打了很多不同电话 然后就想说 可是有朋友说一定要吃这一间 所以我们就赶快来订这个 然后也是跟大家用抢的 我觉得可以看到烟火当然是最好 毕竟这是一年一次 所以会考虑来新疫区附近 台中立宝乐园跨年夜 有全台最大的摩天轮动画秀 加上环状焰火秀 多达三百三十秒 五百间客房一开卖就抢光 后补还有五百组 镜头再往南走 高雄一大世界跨年焰火 这回将施放九百九十九秒 大型的立体艺术焰火 为了十多分钟的秀 民众早早订好饭店 不论是市区或是一大周边 订房超过九成相当抢手 疫情下闷了好久 餐饮业饭店业用复苏迎接新的一年 三立新闻 郭宇轩 喜欢以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